好 来看到现在呢 这个宣判之后 那么特征组也认为说 这个判决书已经认定了 匾家存放在瑞士的 2100万美元 就是洗钱的犯罪所得 也因此呢 特征组将这个判决书 赶快的翻译成了英文跟法文 要提供给瑞士司法单位 希望说透过司法的互助 写这个程序 赶快的把这个瑞士匾家的 海角七叶能够汇回到台湾来